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盈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好 接下来这一小时 国内国外大小事 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介绍帅话明将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 大家好 好 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现在到底两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台北市长这场选战 民进党一直在喊说一定要有抗中保台的态度 好 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把这四个字 又再拉上了地方选举 有人说会跟这个民调数据有关系吗 因为来看到的是TVBS的民调发现了 现在陈时中的第三名 落后奖万安已经有快要将近一半了 大家就在讲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抗中保台又要再一次的拉出来 甚至在他最新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他又再唱柯文哲说他办双城论坛就是见到流氓 还跑去奉茶 这原话怎么讲的听他说 有人在门口一直想像是在逃赛公司在门口绕 你还要请他认识 我说我不请他进来奉茶 因为会让国际的友人误判行事 好这场虽然是地方选举 但是民进党狂打的是什么 是现在叫大家要签述一个不投降的同意书 共同来抗中保台 好可问题是现在在两岸之间 根本就是已经冰封状态了 真正有冲突的地方 要捍卫台湾价值的地方 我们政府有站出来吗 看到这个是今天的新闻了 十小时的对峙 这是我们台大的一个新海岩一号 还是蔡总统命名的研究船 这当中是由我们唯一一艘 就在船首这边有气象塔的研究船 开到了花莲外海 花莲港东方 东南方69海里的地方 结果说日本船舰不断的接近 然后他告诉我们 这个是他们的经济海域 后来知道了 这原来是一个台日重叠的经济海域 那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子 电电要被人家欺负吗 虽然说我们的海巡这边 也确实有派出了花莲界这边出来 那双方有对峙十个小时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政府有说话吗 来看到的是媒体大家都在问 政府不需要找台日交流协会 去抗议一下吗 去告诉对方 这是我们的经济海域 你为什么来干扰我们做研究吗 讲到了台日之间 还记得这马英九 在当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海巡是直接派 十二艘的舰艇 在护我们的渔船 后来因为他态度很强硬 所以人家才跟我们签了台日的渔业协议 划定双方的一个活动范围 但现在的蔡政府执政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了台日友好 可问题是这个友好就会变成 这个恐怕担心 很多人担心会有所谓的核辐射的这个浮食 还不能讲核食是浮食 现在进到台湾来了 前一阵子 这个日华的肯华团 这个议员来到台湾 告诉我们说 要买台高铁的车厢 台日友好 是这样友好的吗 而台美之间 他也告诉我们坚若磐石 可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 是说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彩券的标商 新的一个标案 这个标案 他基本上是十年的案子上照的商机 所以基本上世界各国顶尖的厂商都有兴趣 结果AIT就来游说一个 说他们美国非常好的厂商 来这边跟我们介绍之后 没有想到负责的国库署 就把资料转交给了中信银 也就是这一次 不要到这个案子的银行 那大家就要问了 这当中有没有所谓的主管单位 有施压的意涵 当然啦 在国库署的讲法就说 我们没有什么施压 只是把资料转给他而已 外交部也说 只要我们这些施压或是什么的 就是看不惯我们跟对岸友好 一定跟这个美国友好 一定就是有所谓的外界的力量 要来介入我们 但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参议员来的时候 推销我们波音 后来我们就看到真的 华航有买了波音 这当中又真的没有任何的对价 或者是相关的联系关系吗 这些大家其实打了个问号 那我们也想知道 每次在讲抗中保台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了 当时在军演的时候 飞弹真的飞过我们上方的时候 我们的国防部不是告诉我们说 没有这件事情 那没有报的原因是因为大气层外 不够层威胁 可是还要等日本来告诉我们 但日本人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势 人家现在是北韩的导弹 飞过他们上空的时候 他们不只国家警报 他们连地铁都暂停盈域18分钟 难道日本真的是比较胆小吗 这些都会让我们自己重新再去思考 到底这个政府 他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资讯 而其实在现在整个印太的地区里头 我们讲印太是因为美国 他们说印太战略 我们认为自己很重要 但我们也要看看 人家到底是怎么样在布局 我们有角色吗 因为你来看到的是 传出来美国这个心情 又要再一次的来扩大限制了 中方获得高阶晶片 说不能让他们发展超级电脑 不能让他们发展AI 但是他在对中政策的同时 他是跟美国跟菲律宾 一起展开一个联合军演 那另一个部分则是什么 则是美加海军 然后跟日本一起来做军演 那一连串的看下来 台湾的位置在哪里呢 英国现在也说他们要加入这个印太 要在2030年以前 常态部署31型的巡防舰 而诊断到底台湾的位置在哪 好在国际上头 人家已经这样动起来了 我们又在哪里 其实中俄现在也在这边 之前有一个将近一个月的 太平洋联合巡逻 现在已经结束了 所以有很多的动作人家认为 就是针对于中俄而来 可回过头来 我们要请教税将军了 一直告诉我们抗中保台 一直告诉我们台湾很危险 对岸有威胁 但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他们在哪 还是说他就只是在选举的时候 告诉我们流氓在家门口 我们不能去奉茶 那你有本事去选国防部长 抗中保台去 对不对 这个陈时中要选举 你很难让台湾 台北市的老不幸 忘记这两年 排队买口罩 等PCR 等快筛 等疫苗 民间要买疫苗 还去挡 你这种印象在台北市民 每一个人心里面 这是两年实实在在 看到青人在加护病房 就这么走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今天拿抗中保台来跟你选举 是扯不上边 第二个对日本这种国家 你只能 他是吃硬不吃软的 当年我跟林委员 还带了我们的军舰国防部长 到钓鱼台去抗议 你再加上配合 中国大陆野派海奸船 轮流在那边搞 才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台海的渔越权 今天台沿海沿号 又不是去打鱼 你说打鱼 你的重叠的经济海域 你的渔获减少 那你还有个理由 那你怎么就可以 来驱逐海沿一号 而且距离我们这么近 对不对 所以你对日本人越软 他越吃定你 你想开放浮食 我们政府应该配方 我们每个人一个点片 一个有辐射的食物来 吃个点片比较安全 然后你看他种种行为 让我们感觉说 你看美国吃定日本 是不是吃得死死的 结果我们还被日本吃得死死的 你美国欺负台湾 他还说出兵台湾 来做个口头承诺 对不对 事实上美国这次台湾 这个安全法的规里面 他对我们国防是叫你 自己独立作战 打城镇战 打游击战 换句话说 你是孤立的 他不出兵的 那美国还在这边掏空台湾 中信得标 他要来影响 堂堂一个大国 去弄个商人投标 你要去搞 然后台积电要挖走 那是不是看到说 你台湾迟早守不住 能搬的 我就给你搬一点的 那日本何尝不是这样子呢 又要开放服食 我觉得这样搞 我们国家既没有尊严 也没有国格 你还要自己称为台湾国 没有国格 然后没骨气 你对自己家里面人凶的钥匙 你对外面 你看对日本 对美国 你一点抗拒能力都没有 你还比不上韩国 韩国为晶片的事情 还可以跟美国商量呛声 对不对 你既然就要护过深山 人家搬走了 鱼鱼也打不到鱼 每次被人家驱赶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能吃的东西 美牛 美猪 然后再加日本扶食 你怕台湾人是不是寿命太长了 我讲 我不知道这个政府在做什么 抗中保台是你这样抗的吗 对不对 出张嘴巴那里抗 为什么在军校也招不到声 这个木兵子也招不到兵 你抗什么 抗中啊 你怎么抗啊 你怎么保啊 不要说空口话 对不对 到了选举还能扯上这个议题 对不对 他们自己要签 不拿绿卡 不潜逃 不弃台逃走 你现在还对你抗中保台还有一点 有一点价值 有一点像样 是 这个荒谬 好 我们讲到了抗中保台 这一次在选举当中 来预防委员地方选举 可是这四个字又出现了 又一直出现在我们的 这个探到他们的选举语言里头 可是同一时间我们却发现了 刚刚是帅政经提到的 这个研究船 它跟经济完全无关 人家是研究天气的 那我们有去找台日交流协会抗议吗 然后AIT来说是介绍 介绍这个标案系统 那国库署就可以把资料转给中信 然后他说这当中绝对没有什么施压 我们就是转资料而已 您怎么看 这样讲 你在讲着日本 在海域 在这个经济海域重叠区 驱离我们的船舰市 我印象最深刻 刚刚率委员讲那件事 陈翠扁当总统的时候 国防部长是理解 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 是我出公文 发公文要求派军舰到驱离中线 因为日本人扬眼 只要我们的船过了驱离中线 一定逮捕 所以我就要求 你就要给我过驱离中线 那个时候很勾议是 王院长也上了船 一共有十几个立委上了船 到了驱离中线的时候 我就问船长 说船要掉头 我说你到了驱离中线 他就到了 有没有看到日本军舰说没有 那个时候我才说 答应他们说可以掉头 那时候海巡署的署长是许慧悠 他也派了船出去 要在那边给我们会合 那一次就让日本乖多了 因为苏澳的船 常常被他们骚了 常常被他们逮捕 逮捕一条船 你要上百万 才能够把船长跟船给数回来 是很麻烦的事情 然后接着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我们有个海吊船 被他们撞成 被他们的公船撞成 撞成的又不赔 那次我就真的恼火 刚好又移到 我在国防委员会当这个招委 所以我就要求派既得舰 我指定要既得舰 最大的船是既得舰 然后就要到撞成我们船的 到那个位置上去 结果那个时候 日本的代表叫翟藤 他很紧张 他清晨五点多钟 就约了王院长在立法院见面 五六点钟的时候 说这个万万不能 把这个军舰派出去 这个事情闹大就不好收拾 肖万场副总统打电话给我 吴伯雄主席也打电话给我 说可不可以给个 24小时或48小时 他们现在正在协调 日本的一直拜托 给他们些时间来协调 所以我说好 就给你们20小时 只有日本人答应赔钱 因为船撞成了你要赔 这件事才告个段落 我就告诉你 这种东西就是要强硬 冲之鸟礁的时候是 我们的船长被抓 而且是裸体在那个 被抓到日本去 本土去 上厕所的裸体 怕他逃走还是怎么样 非常的对我们非常的坏 马云九要求派那个拉法艺军舰 要到冲之鸟礁去 日本人就吓到了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主要是 小琉球的遗传到冲之鸟礁 那个地方去捕鱼 以前捕一次鱼要满的话 大概要一个多礼拜 他们说那次去四五天就满了 因为日本人没有来驱赶 你知道日本人军 那个直升机一出现 飞机一出现 或他们军舰在远一点来出现 大家拖往遗传 一洒出去几十公里了 他怎么要剪掉 然后船要赶快逃走 免得被他们逮捕 船长也要抓船也要扣留 那就损失一大笔钱 结果你看现在 所以后来采卫有在 钓鱼台附近的海域 台日渔业合作协定 采能够达成 台湾多了好几千平方公里的 可以捕鱼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个是马恩九那个时候真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对日本的 一定要强硬 因为有很多地方没有化界 你知道像金居海域 你说你的金居海域 我说我的 没有化界以前是谁的 你告诉我 钓鱼台你说是你的 美国只是给行政权交给你 主权不归你 主权那是贵中华民国 你这个地方就是要强硬 我认为民进党政府就是媚日 坦白讲没有隔掉软骨头 你知道吗 你对日本这样屈屈屈屈 不会有好处的 美国也是 像随便美国一个下台的政客 你搭过国务金属怎么样 在美国现在被认为 下一次可以出来选总统的人 怎么排都排不到你 你上一次的那个下台国务金属 不久前来了 我都不好意思说他名字 你根本就是没有 你自己只是想做你自己的生意 因为人家的一个参议员 而且是在野党一个参议员 而且现在引起很多的问题 也有堕胎权的事情 他在提案也搞了很多美国人 对他是不满的 这位老兄 Graham 这个南卡兰娜州参议员 他说他要20架 要卖20架波音的飞机给我们 我们就是刚好就买24架 你看皇后不是签了吗 签件不是公布了吗 没有那么没有格调的政府 我可以告诉你 你说你少买两架会死 你也保留一点尊严 一个在野党的参议员 叫你买24架 你又买24架 所以怪不得美国家政客 一直都要到台湾来 原因在哪里 你这地方简直是金山 银山 矿山 来挖了就有 来就可以挖 挖了就有 你这样子怎么搞外交 外交当然要花钱 但是你不能花到被人家当铠子 是吧 台湾下不就是凱茨吗 frase 更迁